同樣是籃球的消息 中華南籃在8月的亞錦賽是重返亞洲四強 打出了14年來最好的成績 那麼球迷也期待說這波熱潮能讓國內的籃球運動重新再振作 對 所以其實亞錦賽的地主也就是菲律賓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因為他們在強敵環四之下最後是勇奪亞軍了 那現在呢 就帶大家一起到菲律賓 來一窺當地籃球運動的發展 高畫質立體電視牆同步播放精彩瞬間 在這偌大的場館還有許多觀眾為球員可彩歡呼 這裡不是NBA場館 而是菲律賓馬尼拉的亞洲購物中心體育館 於是今年舉辦南籃亞錦賽的地方 菲律賓在本屆亞錦賽報回亞軍 完整的直籃體系是一大關鍵 菲律賓直籃PBA成立於1975年 今年開始與籃球協會合作 職業球員也成為國家隊主力 亞錦賽搶盡風頭的Jason Williams 就是菲律賓電信直籃隊的明星球員 這裡的選手身材條件雖然不佳 但崇尚個人技巧的球風 相當地吸引球迷 PBA直籃的比賽場地 其中之一就是這座體育館 今年的NBA菲律賓賽也將在此舉行 設備規格全部比照NBA 國家對於籃球的重視不言而喻 台灣如果有心重振籃球運動 美國經驗或許可以作為接近 有核報系王樹恆 李愛傳總統報導 根本報導